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佐证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没有说谎 他不知道真相 他是无故 他是局外的 我承认 这个办法确实有些残酷啊 但对目前来说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相信许家福肯定知道 你们通过四零五个案件 已经怀疑到他身上去了 所以他派杀手来杀我 许君是突破口 他才是最关键的 告诉他真相 看他的反应 让许家内部乱了阵脚 乱了方寸 我们能得到我们想查的线索 这个案子才有转机 可许君到底 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联 我们没有百分百的罢复 如果你的判断失误了怎么办 你想过后果吗 机遇和风险成正比的 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再说了 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你这个想法很久了吧 跟吴天堂的话之后就有了 我承认 这步棋的确是不嫌棋 但对于目前来说 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把这个种子 种到许君心里去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静观其变 这步棋的确实是不嫌棋 这步棋的确实是不嫌棋 如果出现任何的负面情况 我高峰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如果你不信我 你可以把我现在 搬到许门市里去 我真想立刻把你关起来 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这办法你也想过啊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企的人 难道不是吗 不 妈 妈 妈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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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开门 马 马 快开门 马 马 俊儿 妈在家 可妈现在 不想给你开门 让你跑啊 妈 求你了 给我开门 妈 妈 你给我开门 她妈打死我 妈 干啥啊 妈 你打 你回去 回去跟他们打 不管输赢 我死里打 妈 我求你了 妈 你爬了 我来让你跑 回去 你是个男子汉警 回去 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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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哪儿了 我要离开许倩 彻 popped up 这是 我要离开 先生来 坐哦 算不下 是 她的 全都 verm学医疯进his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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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叔 叔 您喝酒吧 没事 没事 叔 奶奶和彤彤姐走了 走了什么意思 她们拿着行李说要到外面去住几天 奶奶没跟我说去哪儿 奶奶没跟你说吗 叔 是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不如不行 故随 请不吝点 叔 我刚上网查了 说柚子块蘸白糖能解酒 西红柿汁也能解酒 我不喝 拿走 喝一口吧 我不喝 解酒 我不喝你拿走 您拨到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抱歉 电话已经关掉了 请稍后再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到这种时候 跟她说什么都没用 你越解释 她越会钻牛角尖 就让她享受几天没有家人的亲近 这样对她有好处 奶奶 要是当初 把真相一无一时地告诉俊儿 又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妈 您就跟我们一起去酒店住吧 您说现在这天气这么冷 您的身体我真的担心 住不关酒店 俗话说了 金屋银屋 不如自己的草屋 俊儿 嗯 前两天王庄那件事 你听说了吗 王庄 什么事 说是一个父亲 入室抢劫 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跑去举报他父亲了 其实他父亲入室抢劫 也是为了 给他儿子办婚礼 村里人啊 一门纷纷地 说那儿子太不仗义了 不仁不义 我觉得吧 亲情是亲情 孝顺是孝顺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要是你 你会怎么做的 怎么会问到我会怎么做呢 打个比方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做 也会这么做是怎么做呀 就像他儿子一样啊 向公安机关举报 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认为他儿子这么做呀 不仅仅是为了正义 而且也是为他父亲好 那是没轮到你 轮到我 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妈 您想想 我的公司 在上海经营这么好 我为什么非要回来投资 而且您 小莲 许达都反对 我为什么要坚持 您说 那是你去 不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为了 给我父亲赎这个罪 怎么了 我睡会儿没事 妈 我 我给您倒 这三十年来 我无时不刻都在想象那样一个画面 要是我当初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你爸 他会是什么反应啊 我想过上百个答案 您别自责了 那 事到如今 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不想承担后果 就不要开始 彤彤 我为什么 对你就能 这么轻易地说出来了 你恨过奶奶吧 那就是恨过 不早了 奶奶您休息吧 彤彤 奶奶您说得对 不想承担后果 就不要开始 所以说要怪 就怪自己 代价就跟野虎一样 他随时都在改变 控制权不会永远在你手里 同时 你也不会知道 你到底会付出什么代价 我看到小朋友 喂 但我会有的 你不听听说浅 你是哪儿子 在哪儿子 要是忽悦的 看看呀 不用了 没事 昨天晚上 您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都不敢叫您 谢谢 叔 您是在找手机吗 昨天晚上被你睡坏了 奶奶和彤彤回来了吗 没有呢 奶奶说了 他们俩要出去住几天的 叔 那我这儿就给您去做饭啊 不了 我还得赶紧去公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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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走 没 真开心 喂 你好 是我 换手机号了 这两天 你要是有事 就给我打这个电话吧 我有点事 先不回公司了 今天的会议你主持一下 行 你是找大师 算极日去了吧 现在大师算挂 都得闭关好几天 不过你千万小心点 听说有好多 大师的骗子 他们不光骗钱 他们还骗色 要是我爸问起我来 你就跟他这么说吧 这么说你 你昨天晚上你就没回家啊 你别太敏感了 有人关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昨天你收到邮件了吗 收到了 我已经把他需要的有关文件 都已经发给他了 对了 那你要闭关几天啊 我妈明天回国了 好 那我尽快回来吧 行 董事长 您找我 许总去哪儿了 他说去给英国的分公司 算吉日去了 算吉日 算什么吉日 我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话 还是应付我的话 但是这两天没来公司是真的 因为英国的这个分公司 马上就挂牌了 我跟许总去英国之前 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董事长 还有别的事吗 董事长 董事长 那个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因为今天的会 许总来不了 所以得由我来主持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去开会了 是 行 那我去了 董事长 对不起啊 月娥 是我太低估了高峰的能力 才会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我说过 只要你不暴露 他们就找不到证据 月娥 我还是有点担心儿子 他是被高峰失了咒语 但是 真相大白之前 他不至于崩溃 现在的问题是 要赶紧拿下BNT项目 我明白 我会赶在统统到英国之前 先赶到英国去 知道了 那我准备一下 好的 你还在这边 他 lon下 你怎么又喜欢 你怎么在那边 你就在那边 一直都开始 我所见过 你现在在那边 我会不见 不过 不用顶了 我 你怎么害怕 在哪面 你担心 你自己的 我 你看什么呢 怎么了 等下成人不注意 把这个东西交给刘亲眼 这什么东西 就他们来查案子的 就查案子那材料 材料 这看着可不像材料 我说材料就材料 费什么话 这怎么了 怎么突然突然就发火了 我帮你给他不就是了吗 那个 崔警长 刘波 这次多谢你们南国警方的 权力配合 谢谢 谢谢 我想单独和你说两句话 单独 为什么 咱们去那边吧 我喜欢你 说实话 一开始我挺讨厌你的 不过我也知道你尽力了 所以谢谢你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我买了一点礼物 在金赛俑那里 一点心意替你收下 谢谢 我不喜欢送别的场面 我就不进去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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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sted 秦斗 突然离家出走了 一直没有回家 看来高峰这招险棋 已经起作用了 他那天说我 跟他是一样的人 什么人 都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人家都说英雄心心相惜 你俩疯子也心心相惜 你也觉得我是疯子 我没说 你说的 不过没点封劲啊 还真干不了咱们这行 我在想 照你这么说 整个行侦队 还成封人院了呢 冯队 菲姐 你俩需要什么呢 美女事稍打听 有什么开心的说出来 让我也高兴高兴呗 还真有件高兴的事 你师父从南国回来了 你去记转接他 真的 那我现在就去 这也是个小疯子 不然能进封人院吗 不然能进封车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跟我师父 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我跟你师父 就到了从小一块儿 长大了程度 那要我说吧 这男人 他就得主动一点 这我也想主动啊 他架不住某些人 他很被动啊 也对 他说你 还好意思说我 你作为他徒弟 是吧 天天在某些人身边转悠 是不是应该帮我 理应外合一下 你可得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某人的脾气 那要是知道 我跟你理应外合 我死定了 也对 我先走了啊 你赶紧躲一下 今天没关系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还好 等会儿 你不想想把这大网民 我认为我再到家里 就是家里面的 我认为你 等会儿 我现在一位 我都拿了 我不要买下 他赶紧躺 你给你促乏 美丽 你真是 吓我一跳啊你真是 你跟谁说话呢 我在机场啊 我接清夜啊 怎么样 晚上几点 本来是有个会 但是可以推 晚饭之后 行 晚上见 拜 周游呢 不是说好他来接我的吗 本来确实是周游来接你的 后来他看到我来接你之后呢 就歪歪地走了 我觉得周游这孩子吧 有前途 你别看着我了 我请你吃饭 吃完饭我送你回家 走 不坏了好气 你在南国尝到什么了 你看着我干吗 那总得聊聊什么吧 什么都不聊 干吃啊 尬饭哪 除了这个话题 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聊的 说什么 问你要不要结婚啊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呢 这婚姻制度还是比较神秘的啊 我还是不太了解 我就知道 拼你三寸不烂之蛇 把周游从机场赶走 还假惺惺地请我吃了顿饭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你不就是想从我这里刺探情报吗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不在龙湾的时候 我跟冯塔合作得很好的 非常愉快 再说了 刺探什么情报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从南国回来属于一无所获的呀 是不是 好好好 我承认啊 我确实是有私心 但问题是 我的初衷是好的呀 是不是 我想帮你啊 这毋庸置疑吧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什么 像我皮鞋底下那块口香糖 看在我找到金森的份上 能不能告诉我 这南国到底查到些什么呢 那我确实知道 你没有那些比较机密的线索 要不然我不会麻烦你啊 您拨到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您拨到的用户么 您拨到的用户 您拨到您拨到更多时间 您拨到她拨到这些 您拨到这些 你拨到这个项目 从南国逃亡日本 然后九二年的四月 再回到南国 在这期间 他的手下一直陪着他 南东满的诊所被诈 是在九一年的九月三号 还有 南国西川纺织公司的李昌旭 是在八八年的十月份 才和许军从广州认识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并不吻合 但是崔天心是皮秀帮的老大 从小生活在南国 许家福要想易容成她的模样 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南东满的诊所被诈 这个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在南国一直是个悬案 我不理解的是 许家福在南国人身地不熟 又只身一人 她总需要跟外界有所接触吧 可是我们却找不到 任何蛛丝马迹 包括目击证员 还有 就算是许家福来到南国 就立马诊容 可那是在一九八六年呀 她为什么要在五年之后 把南东满诊所炸掉 这也不符合逻辑啊 我说那么多 你总得给我说点什么吧 许家福的的确确在南国 这一点没有错吧 废话 这很有你说 关键是怎么样 才能让她现行 行了 别着急了 许君会让她现行的 进来 董事长 您找我 好 坐 你能跟我谈一下这个BAT项目吗 没问题 董事长 您想了解哪个方面 我看了你的贷款计划 能看得出来 你对这个项目 是保持着一个谨慎的态度 不像许总那么冒进 所以呢 我现在想听一下 你对这个项目的看法 包括最开始的时候 你们是如何 跟这个项目接洽的 也就是说 您给许君下了一个套 没错 现在就要看 她上不上这个套 冯队怎么说 她还能怎么说啊 上来可能 批头干了一顿K啊 但我很清楚 她心里是高兴的 她也想这么说 只不过基于她的身份 她没法实施而已 看不出来你还挺心安手辣的 我要是你的话呢 只是要多说一些感谢的话 而不是刺儿头话 你褒义贬义听不出来啊 看来是我高估你的情商了 不过吧 你这事我还是挺支持的 哎呀你千万不要佩服我 我知道 我有自知之明的 我这天生洞察能力跟侦察能力啊 无人能比 什么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不该出手 我一清二楚 天生的没办法 人家学不来的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要不你明年 再去考一次公务员吧 我看得出来 冯队挺喜欢你的 你可以去让她的手下 我的徒弟 你徒弟哦 哦哦哦 怎么了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你是不想当我徒弟 那倒不是 我是不喜欢办公室恋情 我得走了 下午还在赶回局里 跟冯队汇报工作呢 我得走了 高峰 我不知道你哪句话 是出自真心 哪句话是硬景幽默 我不想猜 我也不愿意猜 不过还是谢谢你 请我吃了一顿饭 请我吃了一顿饭 那本土得好 当初的时候 你是不看好这个项目的 至少 和帕丁顿枢纽这个项目 比起来 我更看好的是 帕丁顿枢纽这个项目 因为它有十年的 建筑结构的保证 九百九十九年的产权时间 而且它地底位置比较优秀 它有景色 有实业 有道路 有前途 而且交通非常便利 门口就是帕丁顿车站 它有五条地下轨道线 以及高架线 这总而言之 我是认为 我们龙兴集团 第一次在海外做投资 那个项目可能会更适合我们 而且从操控性 还有安全性上 可能会更强 再说了 徐总也说过 我们第一次在英国 做的投资项目呢是 房产业和酒店业 我们只是在海外 做一个资产的配置 规避掉未来 资产泡沫 破灭的风险 跑赢通胀还有贬值 你刚才说那个 风险性是指 虽然说 曼西斯的地方政府 是批准了我们 BAT项目的 可是咱们这个 开发的周期过长 所以不可预知的 风险就会大 所以说在这个项目上 是徐总在坚持 对吗 这么跟您说吧 董事长 我呢 是做金融的 有的时候我的想法 可能会相对地 保守一点 但董事长您放心 我是信任徐总的 徐总在上海创立 龙馨家童的时候 也有一些 这冒进的观念 我们因此还有过分歧 可是到最后 事实证明 徐总当时的每一个想法 都一一地实现了 这样 那你不想立足 你能把你刚才说的这些 形成文字 作为一个报告给我吗 报告 BAT 风险评估报告 董事长 这要是让许总知道了 他会开除我的 你现在不做 我现在就开除你 当然这件事情 你不用跟许总汇报 你现在就去 我在这儿等你 好 董事长 你去吧 周悠 汪队 把你师父接回家了吗 我哪有那本事啊 师父跟高峰走了 冯队 我觉得他们俩在谈恋爱 你觉得呢 我没觉得他俩在谈恋爱 但我觉得他俩之间 一定有爱 这 这有什么区别吗 去给你师父打电话 向他马上来对立 哎 嗯 嗯 嗯 门 嗯 嗯 嗯 Tem beat Te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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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 Voorher 哥 我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杀手的身份都明白了 还没有找到呢 大伯的死因 你上次跟我说 大伯可能是被谋杀的 二十多年的机案了 就没有方向 没有思路 也没有人证物证 也没有合适的犯罪嫌疑人 这种三无案件 很让人头疼的 但是从小以来就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 它一定有破绽 理论上是怎么说 单位底有些案件 没有方向 没有次度 但是有预谋 有计划 这说明犯罪嫌疑人 有很明确的反侦查意识 它有很多方式 很多图形 去学习到这样的技巧的 比如说 清理第一案发现场 制造第二案发现场 销毁人证和物证 制造不再让证明 这都可以影响破坏的嘛 对吧 还有像公安机关 对铺那些大案要案的人员和经理 都是有限的 不话说回来 只要他立案了 这早上会破 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是你怎么办啊 一直耗下去 你从得为自己胃来想想吧 要不你吃什么呀 我有你啊 我来饿死啊 行 对了啊 今天早上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在机场接清夜的吗 能不能有点个人隐私 有没有进展 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奇怪的 摸不透的 对我忽冷忽热的 怎么想我完全摸不透 我发现这方面 我的情商跟智商 都比不上你 你比我强太多了